他来了他来了 观众的目光得到了粉丝和媒体的一致好评 严妮质朴接底气的表演为该剧增色不少 生活中的严妮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开明智慧与女儿邹元清走过的岁月温暖而催泪 01-2004年严妮在33岁这年辞去了妻子的职务 当时女儿邹元清刚6岁 严妮与丈夫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 严妮与女儿前夫也是一位好男人 只因两人性格不合不得不分开 办完离婚手续严妮的前夫与前公婆都哭了 说在心里永远将严妮当亲人 严妮是职业演员经常要去外地拍戏 前公婆就将孙女邹元清接到身边照顾 严妮拍完戏回京再将女儿接回家 受父母离异影响加上进入青春期 邹元清上初中后心理波动比较大 她注意力不集中 学习成绩始终处于中下游 上学对她来说成了一种负担和痛苦 每天背着书包走进校门 她就想哭 在这种消极思想影响下 邹元清经常玩步成作业 上课睡觉 严妮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谈话 要她对女儿加强管理 这让严妮的心沉甸甸的 严妮2011年5月 严妮再次被老师叫到学校 回家路上 她将女儿数落了一番 邹元清不说话 眼里大磕大磕掉泪 到家后 女儿突然对她说 我越来越艳学了 想换个环境 去国外留学 有大人在身边监督 女儿都这样不自觉 要是去国外读书 没有家人监管 不知她会变成什么样 因此 严妮直言不讳的拒绝了 第二天一大早 邹元清将衣服鞋子 往行李箱里塞 拎着箱子 就要出门 严妮一把拉住女儿 你这是去哪里 女儿哭了 没人理解我 我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严妮这才真切意识到 女儿艳学情绪 确实很严重 让她出去 换个环境 也许会有所改变 于是严妮答应了 严妮与女儿随后 严妮紧锣密鼓地 为女儿办理了留学手续 这时邹元清 才13岁 提出 让妈妈过去陪读 严妮是军人身份 不能出国陪读 而且她要拍戏正前 养自己和女儿 必须留在国内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邹元清只得一个人 去美国留学 在洛杉矶一所 私立中学就读 严妮担心女儿 不够自律 打算帮她 找一个当地的监护人 一位 在洛杉矶定居的朋友 帮严妮介绍了一对 可靠的白人老夫妇 老两口年近七学 退休前 是教师 严妮放心地 让女儿寄居 在这对白人老夫妇家里 白天邹元清 在学校上课 晚上 双休日 在白人老夫妇家中吃住 02远离家乡 和亲人 邹元清疯狂 想妈妈 经常半夜爬起来 给妈妈打电话 严妮俊女儿 是你自己 要求出去的 走之前 也跟你说清楚了 妈妈工作忙 不能经常去看你 你要学会 独立面对一切 邹元清 美国的教学方式 与国内不一样 老师讲半个小时后 其余时间 让学生自由讨论 邹元清英语 口语不过关 很不适应 而且白人老夫妇 不会做中餐 邹元清放假在家时 他们就让他 吃牛油面包加火腿 种种不适应 让邹元清萌生了 回国读书的念头 2011年12月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邹元清 在电话那端哭 严妮心里 也别有滋味 为安抚女儿 一个星期后 严妮赶到洛杉矶 她教育女儿 一个人 总要学会成长 遇到点困难 就退缩 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立足 你要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对妈妈负责 希望从此以后 你别再提 回国读书的事 严妮严妮在洛杉矶 陪伴女儿 一个星期 晚上母女俩 睡在一张床上 她天天给女儿做钟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